刚出生的小狗奄奄一息怎么办 我们先去看一下这小狗出生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如果它是一个自然生产奄奄一息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听听心律 然后听听它的一个呼吸音 是不是羊水没有排劲 那这个时候要尽量的去帮它轻甩头部 把那个气道里面有可能存在的羊水呛着的情况 得到一步的缓解 然后再去给它吸吸一氧 然后甚至在心律或者呼吸比较弱的情况下 要有一些强心针或者是促进呼吸的一些针去打道 这个会对它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保暖也很重要 然后如果我们是发现它是泡妇产以后 这小狗奄奄一息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要做上述的 就是跟自然生产以后要做到的一些举措一样 但是我们同时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它也有可能是麻醉的影响 因为你给母犬做泡妇产的时候一定会打麻醉 而麻醉或多或少都会对小狗产生一些的影响 而这一类情况往往都会在它们出生以后 半个小时内就会有慢慢的缓解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东西呢 其实在两者上面似乎是相同的 但是在泡妇产上 就是另外要做到一个去注意麻醉 是否对小狗也有些许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